腦部核子共振MRI检測結果 腦部出現許多白點 證明70多歲有高血糖高血脂 及高血壓的三高長者 從未使用藥物治療追踪 又有抽菸習慣 造成右頸動脈周狀硬化及嚴重阻塞 早上起床時左半邊身體不太聽話 手腳雖然可以出力 但力不從心 也就是所謂中風的情況 這種突然發生的半側肢體無力 這個是符合我們腦中風 很常見的一個症狀 所以臨床上符合一個缺血性腦中風 那我們會建議病人趕快開始服藥 拿住院做檢查 找出中風的原因 幸好及早發現送醫治療 症狀逐漸改善住院觀察 就是這個靜脈融算治療 它本身是一個把血塊融掉的一個藥劑 那當然因為這個我們把血塊融掉 就有可能相反的就有可能有出血的風險 所以今天如果一個急性中風的人 他發生的時間 第一中風已經 那如果他發生的時間已經 來到急診的時間 第一中風發生的時間隔了太久 這個組織缺血的時間太久 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還施打這種血栓溶解肌的話 他的出血的風險就會遠大於這個融掉的好處 所以反而更危險 所以在各種研究下 不斷的去挑選病人 看哪種病人適合 那目前是認為說3到4.5小時 施打看來似乎是安全的 那當然在某些狀況可能出血的風險會高一點 比如說大於80歲的病人 或者是他本身有控制不好的糖尿病人之類的 不過這些只是出血的風險比較高 他還是可以施打的 打了之後跟不打 這個長期的遇候還是有差 所以甚至90幾 剛剛提到的兩個案例 其中一個案例是97歲的老先生 目前年齡已經不是一個嚴重的經濟症了 因為有打跟沒打 有打他的後續的遇候還是比較好 舉這個案例是因為季節轉換過渡期 氣溫變化越來越大 衛福部機動醫院副院長陳偉達和神經科醫師曾冠華 就提醒有年紀特別有三高的民眾要特別注意 另外曾經中風過的病患更是要特別小心 尤其不能自行停藥 避免再發生二次中風的情況 那第一個就是按死吃藥 因為像這個頭血路的藥 血壓、血脂肪的藥 其實他沒吃 或者是兩天吃一次 偶爾想到才吃一下 這個跟沒吃幾乎是一樣的 他在血液中的濃度是不夠的 預防效果就會很長 就等於沒有 所以我們會跟病人說 你這個藥一定要按死吃 我會定期幫你抽血做檢查 看你有沒有機會解藥 控制得好當然有機會解藥 病人也不想吃那麼多的藥 另外就是運動 當然如果說病人因為中風 他的症狀很嚴重的話 那就是要規律做復健 那像他的狀況很好 那就是鼓勵他的運動 然後戒嚴 戒嚴這個通常是最難的 都需要跟全家人一起努力才辦得到 所以我們最主要按死吃藥 運動戒嚴 那飲食上少有少嚴 其他的大概就是維持一個樂觀的 放心生活 因為有些人呢 他一提到可能會在中風 都會比較緊張焦慮 這樣子的狀況還是有遇到的 曾冠華醫師進一步指出 2022年衛福部十大死因統計 腦血管疾病排名第四位 而中風通常會遺留下來不同程度的 神經功能障礙 如果不早期處理治療 可能有嚴重的併發症 記者吳俊松 紀錄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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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